大家好,欢迎来到鸳鸯茶酒COT的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由台湾回香港的流程 有确定的日子后,第一时间当然是去订机票 订完机票后,就去订酒店 由台湾回香港,需要在指定的隔离酒店隔离21日 当订酒店时,他都会问你航班资料 由台湾回香港,需要在预定的起飞时间 72小时内进行的一份PCR核酸检测陰性结果证明 可以到cdc.gov.tw找指定的机构去做核酸检测 或者,这个医疗机构属于ISO15189认可 而我呢,就在台中的慈祭医院做这个核酸检测 那我的飞机就是星期二中五飞的 那我就星期日去慈祭医院那里採检了 那我就星期一再回到慈祭医院拿回这份报告 那星期二就上飞机,那就刚好 那如果要去慈祭医院做这个核酸检测 就需要早上8点过去登记 那要预备好就是填好一份自费检测 covid-19的申请表 这份申请表可以在慈祭医院的网络上找到 那另外,就映印定passport 准时8点过去登记 每天的名额只有50个 那我就选了第二天拿报告 那就3500元一份 那另外亦都有职日的报告 那就4500元一份 大家可以的话,就早点去机场check-in 因为地勤人员需要检查我们的证件 报告和酒店确认信 而整个机场都是没有糖吃的 所以建议大家吃饱了才好来机场 而买了的饭食、饭饭 就只可以带上飞机吃 而这班机就不多客人 我目测大约有50个人左右 那我在起飞前一天 就上网填定香港的健康申报表 填完这个健康申报表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QR Code 送到我的电话那里 这个QR Code 就是48小时内有效 所以不可以太早做 这个QR Code 就需要到香港才使用 在台湾这一边就不用 我大约3点下机 下机之后 就跟着底港旅客指示牌一路走 走到36号站 就坐无人驾驶列车 未上无人驾驶列车之前 就需要出示电子健康申报结果 即是我在飞前一日在网上填好了的健康申报表 而它也送了一个QR Code 给我 那我在那里出示QR Code 那就可以了 那里也有职员一路帮其他 他们未填健康申报表的人去填好它 下了无人驾驶之后 就沿着底港旅客的指示牌一路走 沿途也有很多职员的帮忙 所以是不会当失路的 首先就有职员 跟我做一个详细的登记 出示健康申报结果的QR Code 机票 预订酒店的资料 身份证 有没有打过疫苗 和PCR核酸检测报告音声证明 职员就会列印一份表 表上面会有我的名字 我住的酒店 和隔离的日数等等的资料 然后就再继续向前行 就去样本彩集区 去到就有职员 就帮我彩检去做一个检测 做完彩检之后 就到下一站了 下一站 职员就会试下打我的香港电话号码 看看打不打得通 打得通之后 就可以继续向前行 到下一站 就是领取强制检疫令 检疫令上写得很清楚 在哪一日前 我需要在这个指定酒店的房间进行隔离 中间不能离开房门 另外还有一份检疫需支 一份小冊子 就会有很多资料可以慢慢看 最重要 里面有一个健康检测记录 每一日上午和下午 我需要和自己探热 和写下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 如果有的话 就即时要报给卫生署听 我就去指定座位号码坐下 就等刚才我那个检测的报告出来 如果阴性 我就可以走到酒店 在等候区这里 有水 有饼干 有三文字 如果觉得冷 还有煎 可以拿 还有可以去洗手间 就坐在这里等结果 我大约5点半左右 就有职员过来通知我 我的检测报告是阴性 那我就可以离开了 沿路有跟着出口的指示牌 一直都有职员协助 就回去搭无人驾驶列车 就过去我们的入境大楼那一边 就过关 然后就拿行李 在我拿行李的时候 就有职员给消毒纸巾我 叫我消毒自己的行李 拿完行李之后 就可以出去 出去就登记去哪一间酒店 职员分留好哪一辆车去哪几间酒店 我都大概等了两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下去上车 上车之前 职员会帮我们消毒行李 而我坐那辆车只有七个乘客 我就是第一站下车 我订了荃湾的帝性酒店 这个酒店的整体房 洗手间和食物都觉得挺好的 由我三点下机直至我来到酒店 就大约六点半左右 今次整体的经历由台湾飞回香港 我都觉得不错 因为在香港机场的时候 一直都有很多职员去指示和帮助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很顺利 希望这条影片可以帮助大家 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关于回香港的流程 多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留言和赞好 多谢 拜拜